大家好 我是小屁 台服天台12月20號的更新資訊出來啦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呢就是這個跨國副本虛空試院 它的一些規則啦 首先呢就是90等以上的玩家可以進去 然後限制台韓各500個人 然後這邊的重點就是 如果台韓其中一個伺服器不能夠使用的時候 比如說在維修的時候 那兩邊都不能夠進去這個虛空的試院 接下來就是虛空試院上次的紀念特別活動 這個活動是持續到1月3號 這個就是玩家的個人成就的地方 首先的話 第一個打死吉爾塔斯BOSS的守殺者可以獲得 金聖物因海撒的獻身 那如果是擊殺最多次BOSS的血盟 最多擊殺的角色可以獲得 子聖物死神鐮刀 然後其他的血盟成員可以獲得杜拉罕的頭盔 再來的話就是有擊殺敵對玩家 是金辯紙辯跟紅辯這樣子排的 然後助攻的話是金蛙紫蛙跟紅蛙 消滅怪物的話則是金祭紫祭跟紅祭 然後還有使用時間 是煉金術士的成長藥水 1000罐300罐100罐這樣 接下來是聖誕節廣場活動 持續到12月27號 這段期間60等以上的角色 每天可以花20個葉子進去打這個活動試驗副本 那只要打一個箱子 你就可以獲得隱藏箱並且通關 隱藏箱的部分打開 有機會可以獲得高粉2000個 龍之聖水一個 高級變身娃娃聖物技能抽6抽 或者是龍鑽10顆 勢必2000格這樣子 通關之後會給你變身製作硬幣800格 跟聖誕禮物還有經驗值 聖誕禮物的話打開一定會獲得一罐龍水 大獎是紅聖物雪花結晶 然後小獎是藍蛙聖誕妖精 跟綠變綠聖物跟綠蛙這樣 那這個活動的話建議就是每個分身玩家都來打 因為這個很快 接下來是聖誕節特別支援獎勵 那他現在目前公告是掛掉的 我們來看一下韓服是送什麼 韓服的話是在12月25號當天 直接送高級變身娃娃聖物11抽 綜合硬幣箱一箱 龍之聖水一個跟高粉3000個 再來就是金字型神塔第三季啦 持續一個禮拜而已 那他這邊的話他是有講說 之後還有一週會後續開放 好 那這個玩法是有一些改變的 復活時的販售數量有增加 並且新增buff球 可以增加攻擊防禦的 然後現在有機會會出現產生 debuff的陷阱 並且你在走的時候會有機會觸發這個陷阱 那那個陷阱的話就是雷電 你如果是一直跑動的話不一定是說是好事喔 接下來是虛空的誓願時間補充寶石持續到1月3號 聖誕期間每天90燈以上的玩家都可以買這個虛空的誓願補充寶石 一顆8000名譽幣 每天可以買3次 再來就是聖誕節特別製作 這個的話就是韓版昨天看到非常佛的這個製作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聖誕組合包的部分 他需要22個特羅茲時代 那聖誕組合包的話他的內容物是最高級抽卡 跟高級聖物66抽 還有一個聖誕節魔法娃娃卡製作品證一個 那製作品證一個可以來做11抽神秘抽 8個則是保底新藍蛙聖誕妖精這樣子 那重生伺服器就是把最高級改成神秘22抽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各44個時代 也就是3000藍鑽的這些禮包 聖誕祝福箱內容物是10罐祝福聖水大罐的 3萬高粉然後1000顆龍鑽 然後還有60個龍之聖水 再來的話是這個2023綜合硬幣補給箱 是4幣各30萬 然後最後則是紅卡補給箱 天上騎士、獨眼巨人跟杜拉罕的頭盔 三張都給你 所以說以這個CP值來講的話 44這個時代的都非常高啊 接下來是馬庫爾的高級材貨補給箱 販售到1月3號 有分為2000鑽跟製作品證的 2000鑽的話每個帳號可以購買8次 內容物的話有抽卡包製作品證 然後還有高級材貨選擇箱 綜合硬幣箱三箱跟製作品證一個 那製作品證也可以用500鑽來買 那我們來看一下抽卡包製作品證 這一次最高級抽卡包有精緻型神塔期間 然後神秘抽也是有精緻型神塔跟期間 那製作品證的部分8個可以撞一次加5水晶 失敗就加4 兩個的話可以撞一次加4水晶 大成功是加5 失敗是加3 那你也可以拿來撞徽章 那他的這個規則都跟水晶一樣 兩個也可以拿來開高粉箱三箱 硬幣選擇箱兩箱 16個一樣就是三張紅卡啊 然後剛剛看到的高級材貨補選擇箱 可以選擇守護石10顆或者是純白30罐 高粉5000個 舒服聖水中罐15罐 或者是文樣重製捲鎖5個 接下來是暗內騎士團抽卡包補給箱 持續到1月3號 一樣是2000南鑽然後還有販售製作品證 2000南鑽每個帳號可以購買8次 內容物的話有抽卡包製作品證兩個 跟綜合硬幣箱三箱還有一個製作品證 製作品證一樣是可以用500鑽來買8次這樣子 那抽卡包製作品證一樣是最高級抽跟神秘抽 製作品證的部分 8個可以來選10箱受注服的屬性金弓卷 1個的話也可以選1箱受注服的屬性金弓卷 2個的話則是可以和紅點數4個 或者是高粉香3個 硬幣選擇2個 16個一樣是紅卡3個 旗艷程商人交易品持續到1月3號 1490的台幣包有一個品證一個證明書 然後榮譽貨幣3000個跟龍鑽300個 那平證1個的話可以來抽聖物保底藍道紙的抽卡 或者是加式龍之水晶 加式光之成長手環 22抽最高級抽 那4個的話是直接保底一個紅聖物 那證明書的部分 則是1個是可以來做保底藍道紙的特殊聖物抽卡 2個的話則是可以來做探險憑證 你探險憑證如果製作成功的話 就可以選擇白色到紫色的 失敗的話就是白色的 3個的話 3個證明書的話則是可以撞藍色的 失敗就是綠色的 4個的話可以撞紅色的 失敗就是藍色的 6個就是撞紫色的 失敗就是紅色的 8個就是保底紙 所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這一個包算是主要是魔法娃娃探險 接著是血蒙抽籤的這個系統 這個簡單來講就是 你血蒙成員如果組隊了 那如果你撿到寶物了 你可以直接進行血蒙抽籤 看要分給誰 那分到的人被抽到的人 你就要付藍鑽 然後藍鑽就是分給其他的隊友 簡單來講就是看誰要買 如果你被分到的人 你不買的話也沒關係 直接可以再往下一個 那一樣是會有手續費 讓你比較快速的分保分賺 最後則是地獄系統又開放啦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 他的規則其實都差不多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台服天堂M 12月20號的更新介紹啦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 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 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小屁LINE的社群也歡迎掃描加入喔 我是小屁 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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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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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